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这不如今又恢复单身的胡歌 大概就是如此啊 最近他的好戏不断 紧借着口碑爆棚的伪装者 电视剧《狼牙榜》 也马上就要上当了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感情受挫的原因啊 老胡最近接的戏 基本都是以男人为主 讲述兄弟情 这这这这 小酷实在不能不想歪啊 难道你与男主演们 比如王凯之类的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激情吗 粉丝们别打我呀 小姑只是开个玩笑 希望你们的老胡啊 能赶紧走出情商 当然了 有王凯 近东 陈龙 这么多绿叶 狼牙榜必须还得有朵红花呀 这个重任就交给刘涛了 听说只有他 才能享住这么多男神 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也像个男人 就是因为他是一部男人心 所以才接的是吧 当然不是 是因为我觉得 宁皇郡主 他本身有很多的方面 其实还是跟我自身的 感觉有点像的 就是他在战场上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当男人 甚至比男人还要更勇猛 又可全一乐 又要好剧上当咯 上海报道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直播 如今又恢复单身的胡哥 大概就是如此 最近他的好戏不断 紧接着口碑爆棚的伪装者 电视剧狼牙榜 也马上就要上当了 不过不知道 是不是感情受挫的原因啊 老胡最近接的戏 基本都是以男人为主 讲述兄弟情 小顾实在不能不想歪啊 难道你与男主演们 比如王凯之类的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激情吗 从小定个亲的 音乐人的关系 但是最后也没有在一起 因为我老跟他在那一块 但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是那个时代的问题 粉丝们别打我呀 小顾只是开个玩笑 希望你们的老胡啊 能赶紧走出情商 当然了 有王凯 近东 成龙 这么多绿叶 狼牙榜 必须还得有朵红花呀 这个重任就交给刘涛了 听说只有他 才能享住这么多男神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像个男人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男人心 所以才接的是吧 当然不是 是因为我觉得霓虹郡主 他本身有很多的方面 其实还是跟我自身的感觉有点像的 就是他在战场上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当男人 甚至比男人还要更勇猛 又可全一乐 又要好聚上当喽 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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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报道